這些飯都是我的 這些飯粗的飯 說起來很噁心 我的壞習慣 飯掉到桌上 就把它拖在一起 然後很立切 變得很乾爽 過程很療癒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小時候 幾歲就開始這樣 做到現在我四十多歲都做了 這種過程 我覺得和小孩 幫自己適應 幫行的狀態很像 他有些小孩會打自己頭 有些小孩喜歡按腳 其實是一樣的 可能某些情況上 身體是做到一種適應的 其實全部都是和創作很像 但這種創作是你裡面的那種 心情 但是反而反過來 就是我可以用到這種 裡面的那種 力量 成為一種創作出來 基本上我所有創作都是靠這種 不是靠的 就是無可避免都是因為這些東西而產生 我們組織的名字 Hash其實是有些意思的 HA就是叫做 How Art 就是想藝術 其實是可以怎樣去滲透 想藝術怎樣去很流動 來進入不同範疇裡面 來再出回來 所以SS兩條線好像河一樣 對於我們來說 現在的環境好像很直 有些東西好像是 有些東西好像是 但是我們想 令它流動 現在好像有些東西 以後都改變不了 但是水就好像可以滲透 所以我們本身整個想法 概念都是 在想藝術應該其實還有它的作用 這個作用點 來用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生出一些不同的一種 新的想法和想像出來 現在是很困難 但是困難不代表完全做不到 SCN 意思就是 special education need 的一些學生 基本上就是學習有將的學生 都在談這個範圍 但是我們比較多接觸的 現在其實主要的紀論 就是ADHD 就是過度活躍的學生 這個ASD 自閉性普遍障礙的學生 還有視障的學生 我們這一年都接觸多了 上次有一堂去啟外學校 去觀看他們怎樣上美術課 就是他打一個鏡頭在那個牆上 然後是白板來的 那些學生就跟著大廈的線 就劃一些線出來 他們一收起來的時候 那些視障的線就看到了 他們的老師都設計得好 但是你要一個SCN 學生 坐在那裡三十分鐘 其實他們已經超過了他們本身的忍耐 但是你會看到 在那三十分鐘裡面 他們在找一個方法幫自己 來專注聽老師說的 其實那堂最有趣的是 看他們怎樣適應一堂悶的課堂 有一個學生 因為那些是不秀鋼桌 他整堂都在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手放在不秀鋼桌上 吸入那些洞的溫度 吸完這裡就吸這裡 吸完這裡就吸這裡 有一個學生就很喜歡踢桌下的東西 總之他是有方法幫自己的身體 來適應當下的一種環境 令自己專注下來 其實我們這是一個信念 就是學習從SCN 而我們相信他們身上的特質 是有一些東西 是令到世界會更加好的 那種學習方式 令我們更加容易進入去學習一些東西 所以我想我們都 在About What is Heart Lab 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定位 就是我們多點關注一些被忽略的一群 可以是弱勢 或者他可能都未必弱定強大 總之大家主流都不會很留意的一群 反而我們會把目光在他們身上探究一下 其實我們相信在一個障礙裏面 我們是要找到啟發的 其中我們有一個特質 就是以弱打強 正正就是現在可能整個環境都轉變 其實像相傳所說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從一個弱勢的身上 看它怎樣去處理現實 和環境 甚至對我們來說可能都是一個啟示 就是我們怎樣去自處 怎樣去面對社會之類 我們不是故意製造一些英雄出來的 但我們覺得他們在生活層面 生存層面底下 其實他們正在幫助自己 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做這麼多東西 我相信本身每個人都有創造的本能 為什麼可能要用藝術這件事去介入呢 第一就是我們都很合理 我們不要特意用它去治療 因為治療你真的覺得 那裡本身有個問題 我要去治療 但是在我們經驗和我自己觀察的 藝術有個最大的力量 就是它其實是給當局者 或者自身的人去找一些解決 這個過程裏面其實是一種 我只覺得不約而語的過程 你自己和自己對話 令你自己靜下來 情緒得到調節 藝術有這個作用 其實它好像是滲透的作用 其實它不需要動很多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 就好像自然會融合改變了